近日,在四川成都某消防站,来自保加利亚的理发师丹尼尔正带着团队在消防员的头发上起舞 这样的活动在丹尼尔来成都的六年间已经不是第一次举行 据悉,今年40岁的丹尼尔曾是保加利亚的一名知名理发师 自14岁起,他就开始为朋友、同学等免费理发打磨技术 甚至还发明出发型雕刻的绝活 2010年,丹尼尔斩获了欧洲发型创意赛冠军 2015年,丹尼尔为爱飘洋过海来成都定居,开始自己新的事业 我的母亲是40年专业的专业,我父亲是一个艺术 我实际上是我的血量,我从来没有想到变成专业或艺术 但我只是自然的专业,我从19岁的专业的专业 如果我决定要改变,改变我的生命,我来到这里 这是一个新的开始,非常好,我认为是很棒的 出到中国时,丹尼尔发现中国的理发行业虽然在不停发展 但理念仍与国外存在不同 在丹尼尔看来,理发更像是一种与人交流的探寻心理的旅程 而中国不少理发店的理发师和顾客却缺少沟通 为此,2015年底,丹尼尔开始游历中国 将自己多年的理发经验、理念传授给理发行业的年轻人 时至今日,丹尼尔也数不清自己到底有多少学生 你知曆,你知曆,或 hairdressers的谈计在我的国家是一种医学者 学者,不 不只要有一个剃削 只是为了议,要聊起来和别人 与着 ting相对某些人是关于自己的意识 在中国年代は卖国技术士而成统 和伯似的士报道 经常是一个剃剌剤的 你知曆,我爱得聊到人 我必须知为如何跟人们相对 you come with your problems and you're going to share these problems with me and if I can make you happy after a conversation with me, why not and this is actually my real work, you know, to be able to teach different people how to cut hair, how to use tools, also service is very important, you know, it's not about just a haircut, it's about to give the clean, the proper service to the customers who pay you for that,如今,丹尼尔又和妻子 在成都闹市区的一处街角 开始了新的事业,在丹尼尔 新开张的男士理发店里,理发 区,咖啡区,一种与众 不同的气息扑面而来,丹尼尔 表示,这家不走寻常路的理发 店是他长期以来的梦想,他 不希望拘泥于理发的表面,他 更希望大家在踏进店门的一瞬间 就成为朋友,也希望能让 同样在荣定居的外国人感到家的 温暖, 中国人感到家里面是一家里面的地方,不 特别是一家里面,你去找 你剪刮和你剪刮,你剪刮,你剪刮 剪刮,你剪刮,你剪刮,你剪刮 别人,剪刮,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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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剪刮 剪刮,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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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剪刮 剪刮,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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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剪刮 尤其是人们从其他城市里面的地方是 家里面的家庭